接下來我想要再看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 如果我今天沒有去做 布里斯的動作 會發生什麼事情 左邊這個是我們把它切兩棲 很明顯看到它有些高起來 但是它又好像在高起來 所以這是屬於 我們在同一張叫做雙風的模型 那這樣雙風的模型 如果你今天畫的點是很平均的 就你只有切很少的話 其實你看好像又一張只看到 只是遞檢的一個圖形而已 先遞成就遞檢 就看不到左邊其實它還有凹下去的風 所以在看一個資料的描述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稀過的手法 可以看出這個資料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呢 我們剛剛看的是面積 我也想看房價 我們現在有的變量就是 面積就是面積跟房價 還有物理這些 所以我們想看這些量 它的資料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個都會叫做 脂肪股就要照資料可配的長相 所以我們可以從 那再看房價的資料可配長什麼樣子 左邊我們一樣是畫就是 取二十個斷點 右邊我們要取多一點去看它 所以左邊右邊其實看出來 基本上是很接近 都是屬於一開始非常高 然後一直往下遞檢 那這種圖形在統計上 我們就叫做常維的圖形 這種開繞圖形 那遇到這種圖形呢 跟我們平常認識的好像不太一樣 大家最常聽到的統計會不會是什麼 常態分配嘛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中百型的分配 那這樣會不會為什麼 我們現在的資料 卻沒有不太一樣呢 它是不是本身上可能 本身上可能 本身上資料型態都不一樣 那在統計上面其實 統計幾乎的這些分配 其實本身都有關係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一些線性轉換一些關聯 可以去發現 他們其實是出自於 同樣的一個分配 所以說 這樣的分配呢 我們統一 我們會用一些方法 去把它 跟常態分配做一些關聯 大家也有先有這個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 這類型的資料 在我們生活上 除了房價面積以外 還會不會遇到 這類型的資料 那我這邊 介紹一下 這樣的資料 我們最常做 就是做 LOG Transformation 把這樣具有級別性 性的資料 其實就是像 德比技術 這些級別性的資料 所以這樣 我們應該很常見到 什麼資料 具有這樣 右偏的形式 地震 地震 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的每一級 每一級 不是代表 多一倍的意思 它是代表一個 LOG的技術 所以 你不能說 分配是 大家知道分配不是 20分比10分倍多10分倍的量 不是嗎 它是一個倍數 還有像加盟收入啊 成本啊 雨量的資料 其實他們都會具有 一開始非常多 然後具有償位的形式 那這樣的資料其實都充斥在我們生活之中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資料 先做一個轉換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說 那如果把它轉換回來 會變什麼樣子 那更多的一些資料型態 平常比較不容易拿到的 像 之前911行動系恐怖攻擊 大家就會去研究說 這樣的資料就有什麼型態 其實它就跟 地震發生刺突一樣 這種資料在非常 好比說 恐怖攻擊如果造成非常大的死亡 這資料量其實非常少 好比兩三千人死亡 那地震規模如果造成 八級上的地震度非常少 所以平常一些前原地震度非常多 那這樣的資料的關係 都是屬於級數的關係 所以我們 我們就把剛剛左邊這些圖 左邊這個圖表 我們把它做 我們剛剛有學過一個直方圖 我們就把它畫在直方圖變成這樣 所以剛剛就是 從二級三級之後 我們就看不到 因為它差的其實都非常大 就像我們剛剛的 剛剛的什麼 房價 其實我們看它的地震速度非常快 所以這樣 這種資料 我們就會想要做一些轉換 那如果我們做LOG 怎麼會發生什麼事情 左邊的是 剛剛的資料 我從二級三級到八級低等 我如果做LOG的轉換 我們把它的次數做LOG轉換 然後發生 它好像就是一條 我們常見的一些斜線 鞋子線 那 剛剛我們那樣的資料 我們用直方圖做的 怎麼會發生什麼事 就變右邊這樣 我們把剛剛的面積做LOG轉換 因為我們左邊已經知道說 這類型的資料都可以 呈現線性的關係 那我們就嘗試做LOG轉換 如果轉換出來的直方圖 就比較接近我們平常看到的 常態分配的圖形 它是中間有一個平均值的位置 然後旁邊會慢慢地進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桶上面有很多一些函數 我們把昨天轉換之後 可以還原到我們最熟悉的一些分配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之後 就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去建築 再去做一些預測 所以剛剛的手法 其實大家可以多去觀察出 你生活上的資料 有沒有具有這種等比級數的呈現 那我把它取LOG 它會不會就是一個線性關係 是的話其實我們就可以讓它做很多事情 那這邊當然已經有 剛剛看到那個房價是處於常位的 我們就很想要快點把房價做一下LOG轉換 所以剛剛我們練習的一開始 一開始我是拿面積做嘛 所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是 這個圖我們是拿 左邊是拿地震 右邊是拿房價的面積做出來的圖 所以我們現在呢 把面積換成房價 請大家練習一下 然後這邊我們房價呢 我們用成 大家可以先 我們房價的單位 一開始我們拿到的是 屬於萬的 幾萬的房價單位 我們把它換成百萬 就是它會比較有感覺 OK 然後請大家練習 好 房價的脂肪圖 HITSOG 然後我們再把它取LOG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把 第一個單位的地方 我們先把它取LOG轉換 取LOG10它會變什麼樣子 我們就想要看一下 房價是不是跟面積 會有一樣的特性呢 我們剛剛看到面積其實它一開始 會顯高在低 房價就是一個長位 那我們直接把 現在把它取LOG的話 它們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請大家動手練習一下 這樣才能感受一下資料的 怎麼做操作 做一些進一步的探索 給大家三分鐘 有問題的 歡迎幫你問旁邊的助教 助教就是 站在那邊就是給他問 要不然他要發展 很可憐 好 好像大家對這證照比較興趣 其實我 我是去那個 那下面 剛剛有人問地震資料 地震資料 地震資料就是 左邊這個table 你就把它 踢進去它才16筆資料而已 對 如果要的話 我幫大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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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有 扣的你也是有 對 我再給大家 我幫大家提 或是有空間 讓大家先控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畫地震資料的話 可以 我們之後可以再來 YES 那其實也是一樣把 剛剛的那個資料 你就把它 把原來第一個欄位 換成這個 從大到小 去把它抬去 這個畫就可以 它就會出現 你看 我現在用你這個圖 然後你就把 剛剛那樣資料 就給它去LOG LOG OK 那如果你要把 級別放上去的話 就是 X軸就可以給數字 所以如果對剛剛那個 低震資料 就是那個frequency 那個欄位 其實就是 每一個量的大小 每一個量的總量 就是frequency 這個欄位就是 從最下面的數量 到八級 低震的量數多少 一樣數字 可以 好 請大家出去練習這邊 好 看起來大家都非常優秀 因為都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講得還滿 算 還算是一開始 大家可以期待後面 好 我應該這樣 應該不要問數 你們做好了 沒做好的 大家都做好了 OK 好 那我們想要看一下 就是防下 如果我先畫直方圖 取LOG後呢 他做總換會不會變成這樣 那這邊呢 我給大家一個就是 我們把房價的單位 先把它轉成百萬 就是先除以 除以 除以 原本是萬的單位 就把它處理 就除以十的六次法 原本是 原本是圓的單位 所以把它轉成十的次法 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如果把房價 換成百萬 所以我們的X都代表 幾百萬的單位 這些房價多少量 那 我的Y軸呢 就代表 我這邊取的資料的 它佔的 比率是多少 左邊這個是我們佔的比率 所以會 你加起來就是等於1 就是它佔的多少 百分比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左邊這個圖 我們剛剛一來看 就是它屬於長位 那我們今天把它做LOGO轉換 後右邊很明顯看到 它又跟面積很像 它又是一個對稱 又是一個中白型的 對配 所以 我們就可以用 我們 之後我們常用的 方法去做一些 模型件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 具有 右邊這個性質 好那 剛剛講完就是 直方圖可以看 一個資料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 我們可以從小到大成的 資料的 等比數就看到 那如果我想要把一些 一些 算了一些訊息 一些 統計量 馬上抓到 對這個資料 就會有一個 很 很 一些很初步的一個 統計量的一些概念 而且你又可以知道 資料怎麼想 那有沒有一些 進一步的 進一步的 統計圖形 可以讓我發 去發現 或是去呈現這樣的訊息 那 統計就 Tookie就想到一個 叫 它就創造一個這樣圖形 叫BOXPLOT 那可以 很快 我可以知道這個資料的 從小到大 那 它有些重要一些統計量 好比說它的平均位在哪裡 它的中位數位在哪裡 然後它的 它可不可以